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第二週賽事 富力RNF在主場迎戰東方龍師 這場在燕子江上演的賽事 原本在下午兩點半踢 但因為賽前的大雨 行雷閃電 和場地的積水 結果延遲了半小時才上演 開賽四分鐘 大佬梁冠冲 中路放冷戰 哪有這麼容易考得起周旭純 一分鐘之後 迪布利在禁區邊起腳 被阿輝拍出底線 六分鐘 艾華頓在右邊推到順之後一抽 就給了一個機會周旭純表演 33分鐘 基奧雲尼終於有機會起腳 他這個射門被阿輝拍出 林柱基打算保重 結果被東方龍師的球員快一步解圍 44分鐘 又是艾華頓 不過他的射門同樣都是過不了周旭純 上半場的保時階段 艾華頓開出國球 迪高把握門前運戰的機會射入 替東方龍師領先1比0 全球的敗手 退安 一直打算 快勝 多大 追 快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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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分鐘 基頓在禁區頂這樣也能起腳 不過就被後備入替的謝嘉榮救了 八十二分鐘 今場表現很活躍的艾華頓在右路傳中 鍾偉強接應一射 結果都是差一點 去到賽事最後幾分鐘 變成東方龍獅的天下 八十六分鐘 梁冠聰右邊開速角球 基頓接應一頂 成2比0 一分鐘之後 艾華頓終於搞定了 他個人突破 輕鬆射成3比0 去到保時階段 又是艾華頓 不過這次他就很懂得做 造就鍾偉強替東方龍獅射成4比0 作客全取3分